OSEP WebCity Arduino 的任体烧录 那 任体烧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 我这一个Arduino WebCity INO 这个档 这个档在哪里?在Github 上面 Github 在最下面这专案上面有 在Github 专案上,请你把它 download 全部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呢,在我们的档案总管 下载的地方,你就会有 这一个OSEP-MAST 那请你按右键 用7zip解压缩支持 解压缩完它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资料档 那档案在SRC Firewall 这一个Arduino 那 Arduino你要有一个Arduino 所以你可以安装Arduino 那你也可以下载免安装版 那目前我用的是免安装版 所以我直接在我的资料夹下自行Arduino 好,自行我们的Arduino 怎么开启我们刚才那一个翻例档呢? 好,我们的任体档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档案,开启 选择本季的下载 下载里面的 解压缩的OSEP-MAST SRC Firewall 选择这个档 开启 然后他会问你说 必须位于Arduino 什么资料夹下 请4 确定 那请你还不要先 执行 烧录 会有错误讯息 好,会有错误讯息 首先我们还要一些档案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 Firewall下面 有一个U8G2 这是我们的OLED的造字档 请你按右键复制 到你的文件下 我们自行Arduino的时候 你在文件下一定会有一个Arduino资料夹 请你把它贴到Library里面 贴上 好,请你把它贴上 贴上再来进行烧录 回到Arduino Web系列这一个档案 工具 序列铺 找到我们Arduino的板子的序列铺 工具 板子确定是Uno 确定是Uno 确定板子是Uno 然后CAM3 我们目前是接在CAM3 所以我们来进行测试看看 然后它会出现错误讯息 这是什么DHT Stable 这个少了这个 所以你要在什么 程式库里面 工具 程式库 把这个贴上 叫DHT Stable 这一个 这个 把它装起来 安装完之后就关闭 我们再来 编译看看 那它还少了一个 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的 那个LED的 元件的 韩式库 一样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工具 然后管理程式库 在这上面给它贴上 Ctrl V 那我们找一下 往下拉一下 找相同名字的 这个多一个 J M 不是 下面这一个 好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不是 这个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L 开头的 大写L 开头的I2C 这个 安装 好 安装完了 我们再执行编译一次 好 经过一点点时间编译 它会编译完 那就可以进行烧录 这个时候烧录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Arduino Web系列 API的韧体烧录 注意看它的 讯息 好 上传完成 这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启 我们的浏览器 加入我们的 Adeno WebCNN 的扩充 套件 第一个先连线 第一个先连线 好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那你如果你的浏览器是Chrome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多开启一个 我们网页上面有说明的就是 你要开启 这一个Unable Flag ChromeFlag 这个要装 把它刨起来 先设定起来 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现在是使用 Firefox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在ChromeFlag里面 目前使用的是Chrome 目前使用的是Chrome Chrome的Flag里面 我们要Unable这一个 确定它是有开启的 现在是Disable 这个把Unable 起来 这个功能要打开 这是打开Web Celia API的功能 然后再去开启我们的 网页 用火乎力是没办法的 火乎力并没有开启Web Celia API的功能 所以我们 在自行上会有点小问题 建议是使用Chrome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连线到我们的Arduino 那我们把视讯镜头打开来好了 允许 设定为0 好 目前是 我的 Arduino 那我们开始来让它亮灯 13号灯 好 这个时候灯已经亮 好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韧体烧录 及 使用 Web Celia API的Squatch 3 来连线